日前捷安箱有一間卡拉OK發生了酒後鬥毆 雙方人馬互不認識 因為其中一方被林珠看了一眼 就朝對方嗆瞎爆出口引發了肢體衝突 場面一度混亂失控 嚇得店家趕緊報案 所幸警方立刻出動快打部隊 迅速到場控制了場面 郭梨平映聲碎裂 雙方酒氣衝衝警方到場 一名男子還猛力退到對方 又出腳攻擊 不把圓景呵斥放在眼裡 馬上被辣椒水刺痛 圓景和店員不停勸架 還是無法平行 眾人怒火 這起衝突就發生在日前凌晨一點半多 花蓮縣吉安箱的一間卡拉OK 原本兩方人馬互不認識 只是開開心心來唱歌 左方的一名蔡姓男子 先轉頭看上隔壁桌 以為有認識的朋友 沒想到對面的一名林姓男子 就直接嗆他看什麼 馬上把人惹毛 窗房起身 爭執火腰會逐漸濃厚 這是從廁所回來的 陳姓男子 眼界苗頭不對 決定先發制人 跳上沙發出拳 痛歐大亂鬥就此展開 首先出言條性的林姓男子 傷勢最嚴重 頭部有撕裂傷 總共十一人混戰 只有他一人送醫 警方訓後將全案醫傷害 妨礙秩序罪嫌移送法辦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搞到自己頭部血流 還影響店家做生意 火氣過後所有人 還得一起面對行責 記者林明靜許利 請換聯報道